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第一個我們看到 美歐股市昨天出現大漲跟噴出 道瓊指數昨天大漲了250點 再度刷新歷史新高 那最重要的原因又是川普 川普什麼事 川普的稅改 在昨天參議院當中 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跟突破 特別是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 在沒有進行中 就經過討論的情況之下 直接表決 而且竟然非常快速的通過 而且目前從整個參議院 共和黨的零距離做觀察的話 應該在下個月初 這個參議院就能通過 川普的稅改這個計劃 所以使得美歐股市全面噴出大漲 那我們就要討論最關鍵的轉折 並不在川普身上 而在於兩位參議員 一個叫Cole克 一個叫Johnson 他們兩個的態度的轉變 使得整個美國的金融市場 對於川普的稅改 出現了非常大的信心 到底他們為什麼轉變 而這兩位參議員的背景 又代表了美國目前的 民意的風向如何 我們要特別做一個觀察 講完美國之後 我們要看一下大陸 那特別是大陸的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去哪了 去東歐進行訪問 特別這個是第五次第六次 這個參加東歐16加1 就是東歐有 東歐有16個國家 加1加誰 加中國 東歐這個16加1的一個峰會 跟計畫 可能就是打通 一帶一路的最後一里路 所以我們要特別觀察 整個西歐的媒體感到非常 非常的恐慌跟震驚 可是東歐的國家的媒體 感覺非常的興奮跟亢奮 到底目前一帶一路 進行的現況如何 我們就要從這一次 李克強總理參加東歐峰會 這個16加1當中 我們來做一個觀察 到底中歐東歐對於整個 一帶一路有多重要影響 又會如何改變整個世界的文明 政治跟外交體系 我們特別請到兩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的是我們 資深台記者丁萬明 第二位請到我們知名主持人 大K曾煥文 我們進行廣告 先從美國再講到中國 美國的稅改有重大突破 特別是兩位參議員的 關鍵轉折 他們的背景如何 讓你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美式的民主政治 好 川普的稅改又有重大的突破 因為這次川普的稅改 對於海外過去 不管是保留盈餘 甚至國內的所得稅也降低 還有包括個人所得稅的 一個大幅的調整 那對於企業的這個投資的激勵 都有非常廣泛的影響 甚至在眾議院的版本 參議院版本當中 甚至對於整個福利支出的開銷 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看川普的稅改 可能會從根本到現況 扭轉了二戰以來 整個美國的一個價值體系 從什麼價值體系 美國從二戰以來 一路的慢慢往左傾 就是社會主義 國家主義抬頭 可是美國的建國精神 是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 所以似乎川普是要扭轉二戰以來 美國的政治風向跟政治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 美國能不能被川普給扭轉過來 稅改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價值觀轉折 不管是政治攻擊 還是選舉支票 還是對美國價值觀的扭轉 還有其中不同層次的觀察 所以我們試圖用一個 傳統美國政治的觀點 來一路上解讀川普 那我們看昨天稅改發生什麼事情 為我們激勵美國股市 全面的噴出大漲 特別是金融股的暴漲 又代表什麼樣的意涵 第一個我們看兩大媒體 第一個是彭博社 彭博社提到美國稅改 有機會過關 三大股指 齊陽創下了歷史紀錄 那路透所提到的 全體 特別是全體 全體共和黨員推進稅改提案 最快就在本週四參議院 叫全體投票來進行表決 觀眾不要忘記喔 眾議院已經經過院會的全體投票 已經通過了喔 所以參議院在本週四最快 也要進入院會的表決 對於參眾兩院都要準備通過 共和黨所謂的川普版本的稅改案 我們等一下講一下 後面的發展如何 那我們現在看關鍵 因為昨天晚上參議院的 預算委員會 這預算就是個別委員會 在沒有經過討論情況之下 直接進行表決 那最後是以12對11票 二讀通過了稅改的方案 那準備在11月30號 就週四來進行刪讀 那兩位曾經對稅改 保留非常大意見的 共和黨參議員 跟川普打起來了 川普就說 你們這兩個又不選 而且不是不選 是選不上 所以反對我的意見 你們趕快滾開老傢伙 所以那時候感覺 對立非常非常嚴重 可沒有想到 包括這兩位參議員 像康爾克跟Johnson 竟然都投下了贊成票 也就是之前 大家所擔心的 共和黨的跑票 完全沒有發生 那康爾克之前是反對 是擔心這個減稅計畫 會使得美國政府的赤字大增 所以他反對川普的稅改 那Johnson則熱衛 說這個減稅方案 對於中小企業的挹注不大 所以這個稅改 是指對有錢人來進行讓利 那對於中產階級 跟中小企業讓利不夠 所以他們兩個之前是反對的 可在昨天的表決當中 他們投出了贊成票 那我們就要往下再做觀察 因為按照目前整個 川普稅改季度 從7月11號15號 包括眾議院的預算委員會 包括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 一路往下做推進 在11月9號時候 眾議院已經通過了 這個川普的共和黨的稅改妨案 那現在我們觀察 因為最新的進度是 參議院的院會 就是預算委員會 也已經通過了 準備在禮拜四來進行表決 按照目前參議院的一個發展方向 連擋住川普稅改最大石頭都搬開來了 所以應該會通過 通過之後因為兩院的版本不一樣 所以要進行兩院的協商 可是主要的條文跟主要精神 已經達成一致之後 這個協商速度會加快 所以協商加快之後 最快可能在年底 最慢在農曆年前 基本上眾議院跟參議院 就要各自回去表決 上下兩院經過協商 跟折衝的一個版本 所以整個川普最大的關鍵 就是參議院這次投票 因為我們知道目前參議院 是52比48 所以假如有兩席跑票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壓力就很大 就需要參議院的院長 就是美國的副總統 來進行關鍵的一票 那假如又有參議員 又有一些反對意見 那這個稅改方案 可能就胎死腹中 可從昨天的預算委員會的表態 跟表決當中 似乎經過參議院全院同意的機率 幾乎已經來到了 跟美國12月升息機率一樣高 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看到 市場上是非常非常的慶賀 那我們現在要觀察 我們從這次的稅改 討論過很多次 美額股市大長 我們稍後再討論 我們特別要從這次的稅改 的表決過程當中 看到兩位參議員的翻盤 然後讓你認識 什麼叫做美式民主 好 觀眾朋友 我們先來介紹這兩位人士 第一位就是寇爾克 這個寇爾克本來是反對 我們剛剛提到 寇爾克是因為擔心 預算刺激太多 所以他反對 他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這位置非常高 也非常大 因為美國的外交事務 基本上 尤其是參院主席 影響力又非常大 在2016年曾經認為 可能是川普的搭檔 非常有錢 也是創業成功 開營建公司的 營建公司趕上了營建的熱潮 賺到第一桶金 透過第一桶金 參與了政治 透過政治 又累積了第二桶金 又去開建築公司 賺到第二批錢之後 又擔任市長 所以擔任整個 田納西州的參議員 田納西州在美國的人口數算 是一個小州 約大概不到1000萬人 本身的生產力是拼向農業 產棉花 產黃豆 所以它是一個農業州 在美國的東南部 也沒有到很難 就是東部 中部偏東一點點 所以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州 這個田納西州 76%是美國白人 83%是信仰 新教 就是基督教 所以基本上這個州 是美國非常保守的一個州 所以其實寇克面對非常大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喜歡川普 那你跟川普唱反調 你代表什麼意思 這不重要 重有看背景 巴菲特的成功 不在於選股厲害 在於他的電話線很粗 為什麼巴菲特的電話線很粗 為什麼巴菲特的電話線很粗 因為他爸爸是眾議員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你老爸 是國會立法委員 你覺得你電話線出不粗 所以很多人說巴菲特會成功 所以他老爸 是立法委員 你知道嗎 那另外一個 所以他媽媽 是IBM的獨立董事 所以要創業好簡單 太多內線了 所以其實很多委員 你把他的背後一攤開來 發現原來是哥哥巴巴曾威達 我們來觀察一下他的背景 第一個 他的一個好兄弟 因為美國很多白眼人有兄弟會 他的兄弟會叫基米哈斯蘭 他是美國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在美國是最熱的運動 克里夫蘭隊的 這個克里夫蘭布朗隊的老闆 那他的弟弟田納西州州長 是未來要接Coker的一個接班人 所以觀眾朋友就複雜了 所以大學念得好 有時候時光常常講說 為什麼要念好大學 我非常反對大家按興趣念書 觀眾朋友這是絕對錯誤的 一定要念大學 你只要能夠擠到台大 觀眾朋友你認識的朋友 就是台大的朋友 有時候不要 我不想念台大 為什麼因為那個戲所我不喜歡 中文系不好念 沒興趣不好念 這是錯誤觀念 你是說因為我的分數可以念到 第二流學校的最好戲所 觀眾朋友按興趣念 這是錯的 因為念書有用嗎 觀眾朋友念書真的有用嗎 你扪心自問 你覺得念書對你的工作有用嗎 其實觀眾朋友有用性不高 可是真的有用的 都是你來大學的朋友圈 你到底要認識一群 台大同學的朋友圈 還是東吳大學的朋友圈 不是說東吳不好 因為一比較就很差 當然大家想念台大的朋友圈 你懂意思嗎 因為台大朋友圈 成功率比較高 你可能左邊吃飯 就是什麼中國信託銀行的副總 你可能右邊吃飯 就是高科技公司的財務長 觀眾朋友你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朋友圈很重要 我們念書講好聽是為了學歷 其實念書就是為了交朋友 所以同儕圈 你從這一次的Coker知道 他的同儕圈非常非常夠力 也是他最大金主 準備交班給他的好兄弟的弟弟 來接班未來他的參議員席次 所以觀眾朋友你想選美國議員 別鬼扯了 你沒有念好學校 你沒有參加好的兄弟會 你沒有好朋友 你想選議員 你以為美式民主真的公平嗎 鬼扯你有認識他嗎 觀眾朋友 其實這個消息我們拉到之前 大家知道巴菲特最近買了一個 這個全美北美最大的連鎖的卡車休息站 跟誰買你知道嗎 就是跟他買的 說觀眾朋友背景很強 大家的底氣都很硬 那他本身這個Coker買什麼 他買可口可樂這個瓶裝公司 繼承人的豪宅 所以大家都是富豪 美國的國會議員富可敵國 而且朋友圈無敵 這是Coker 等一下我請大K幫我們做進行解讀 另外一個翻轉的 是這一次的強生 他是威斯康西州的聯邦參議員 那他的出身更恐怖 他的現職是美國參議院的 國土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他的父親是挪威人 母親德國人 但是二戰後的移民 最了不起的是娶到好老婆 他的岳父是科樂 是美國重工業的巨子 觀眾朋友你要注意到 因為好爸爸會把好女兒 收到好大學去 你要追到這些好女兒 你必須要念到好大學 觀眾朋友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玩私立小學狂送 觀眾朋友像台灣寄什麼 維格 復興 真的很好嗎 的確不錯 重點是交友圈 你看那個馬英九 連勝文 他們都是再新畢業的 你看那個交友圈 我同學馬英九 馬英九以前穿內褲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 觀眾朋友好威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很少看到馬英九穿內褲 他選總統就穿內褲跑步 可是穿內褲 我天天看到他穿內褲 沒什麼了不起交友圈 所以這個人很特別 我們看到這個本身的強生 他基本上 他的 包括他的兒子 跟他的姐夫 的合作事業 都一直成功 那他為什麼會當成參議員 他是有一次 來在查黨的活動當中 那高喊 美國優先 美國獨立 美國萬歲 說得到 底下 支持支持支持 就代表共和黨競選參議員了 那他反對歐記健保 為什麼 因為他的女兒具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他認為這種平價醫療會降低醫療品質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那另外他駁斥全球暖化 他說氣候是不斷變遷的 你翻看歷史做觀察 讀讀中國歷史 宋朝碰到小冰河時期 明朝末年碰到小冰河時期 中國人也沒有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 冰河要來就來 冰河時期要來就來 要走就走 豈是人類能夠決定的 各位朋友其實這是新教的信仰 因為我們人世當中很多是上帝的一些 慢慢逐步的安排 所以他認為氣候暖化 你們太高舉自己的能力 高爾每天到處鬼扯演講 賺那麼多錢 坐飛機排大量可高了 所以他也反對駁斥全球暖化議題 這兩個人的轉折 觀眾朋友注意到 他背景是極端的 美國保守主義者跟保守派 之前的擔憂 碰到了關鍵的稅改的時候 他最終選擇追隨川普的背影 觀眾朋友什麼叫川普的背影 因為我們常講拍馬屁 領導的背影 就是我們事業的方向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你的方向哪邊 在領導背影 所以領導往那邊走 他的背影就是你的方向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 這兩位議員的背景 其實可以看到 美國這一次稅改 其實中間的一些談判 或黑箱作業 其實現實很殘酷的 您觀察 這個美國股市昨天的大漲 確實是因為稅改 在預算委會員 以12比11 驚險過關 當然禮拜四 就進入大院的一個投票 所以川普現在感覺上 還是我們講的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對 美國股市昨天創新高 像這個道琼 昨天單日漲幅 創下兩個半月來最大 所以感覺上市場上 美國股市已經被稅改 被綁架 稅改只要有進展的話 美國股市好像 就大漲 就不容易跌 基本上甚至會大漲 剛剛提到這兩個 關鍵的這個人 原本都是反對的 第一個我們來先看一下 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 Johnson Johnson原本說他是不投票的 結果沒想到昨天突然 投了一個贊成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威斯康辛州 之前最大的這個事情 就是鴻海 鴻海去投資了 100億美金的面板廠 那大家想說這個廠 這個為什麼在威斯康辛州 是郭台銘自己選的嗎 基本上其實不是 因為白宮的幕僚長 有出來講說 因為其實川普之前 就當面跟郭台銘講說 他看到威斯康辛州的 這個克萊斯特的 汽車工廠的這個空地 這個不用 很可惜 然後旁邊又有這個 大量的這個水源 所以基本上 非常適合蓋面板廠 所以基本上 這功勞是算在川普底下 那我們知道這個 強森他是2011年 當選的參議員 那六年改選一次 但就是每兩年 會改選三分之一的席次 那他的任期也到了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威斯康辛州選民 基本上非常看重 這一次川普去投資 所以基本上 這個 這個強森他一定要投 這個贊成票 其實他之前是反對 基本上去想像 你看這個川普要 丟出什麼樣的favor 或紅利給Johnson 就是講來你買票 觀眾朋友 你覺得 總統跟參議員買票 是提皮箱 帶財業罐給現金嗎 那太粗辱了 所以其實這次川普 跟郭台銘見面了幾次 最後送到威斯康辛州 觀眾朋友 100億是直接投資 他創造 光是講講 紅海在威斯康辛州 觀眾朋友我講一個聲音 你就有興趣了 掃地阿椅 光是掃廁所的聲音有多大 觀眾朋友有沒有想過 光是廢物處理的垃圾有多大 光是建廠的廢土利益有多大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你不要看這100億美金 他能賺多少 周邊的利益 可以養活很多條腳 所以為什麼去威斯康辛州 你看現場之後 馬上轉向 理想跑兩邊 現實擺一邊 擺中間 所以這很現實 對 而且這個Johnson 基本上 他除了他的政策 反對歐基健保 跟博士全球暖化 跟川普一樣 其實他之前也是一個 批馬大將在歐巴馬 因為他在今年的時候 特別批歐巴馬 在卸任前一個月 讓78個黨值變公職 對 就是因為美國有一個條款 總統可以在卸任之前 把一些他認為重要的幕僚 把他轉成職業的公務員 就是說即使將來政黨論替之後 他們的職位都還是存在 對 他算是一個批馬大將 也算是跟川普 站在同一個陣線 對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是田納西州的參議員 寇爾克 但大家知道 他們其實之前兩個人 已經吵翻天了 吵翻了 對 從推特上面來看 雖然這個寇爾克 基本上他已經宣佈他不連任了 對 可是之前川普怎麼批他 他說這個寇爾克 基本上是用bag it的意思 就是說 是祈求川普讓他可以連任 就是說 希望川普可以對他的連任 做一些背書保證 川普當然say no 另外 川普還 很難聽 對 川普還說 這寇爾克甚至跟他要求 想要當國務卿 是 雖然後來寇爾克也出來 反駁說 並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就知道 川普跟他基本上 是完全鬧翻了 對 這一次為什麼投贊成票 待會我們來討論一下 另外 川普還罵他說他沒有guts 就是你沒有這個膽識 把事情做好 沒有這個膽識做連任 對 另外呢 川普還罵他 對 他是這個外交委員會的主行 剛剛提到 那他唯一給美國人什麼 就是這個伊朗協議 那伊朗協議是現在川普 非常感冒的一個事情 都是在他底下完成的 另外呢 這個寇爾克就反擊了 他說現在的白宮 感覺就很像是成人的日照中心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白宮就算是 就像是一些白人的這個 自監照顧中心 對 就是那種托育中心的感覺 就是說現在呢 白宮基本上都是一些 大家互相取暖的人 當然他現在因為他不選 所以他可以講這樣的一個話 對 可是他不選其實沒差 因為川普早就已經找好接班人 對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巴菲特 巴菲特呢 他在之前買下了全美全北美最大的 這個卡車休息站 那卡車休息站他的這個股權 大部分是跟田納西州的州長 就你剛剛提到這個 比爾哈斯蘭 德國美 你知道這政治有多黑 就是我哈斯蘭他要選參議員 那你資產不能太高嗎 你不能太... 什麼生意都包山包海在做 所以要找一個人 把這些資產給脫產 找到了誰 找到了巴菲特 所以財產賣給他 他就拿到現金 現金不難看 美國有錢沒關係 可是你生意不能做太廣 資源回收我也做 廢土生意我也做 休息站我也做 酒店我也開 難看 所以把資產賣給他 那巴菲特給現金給他 那像之前的例子 等我現金的時候 再賣還給我 關明你懂意思嗎 巴菲特能夠做生意 關明他撰機不會講 他跟美國的參議員眾議員 有非常多的 經濟跟政治利益的交換 關明你懂意思嗎 交換 所以巴菲特會成為首付 關明你要認識很多立法委員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前一陣子 我們執政黨籍還有什麼 酒店徘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利益要做交換 所以這個 你把他們關係打開來發現 什麼政治理想 就是一個利益交換 跟權利交換的過程 對沒錯 而且我們之前有提到 其實川普他上任 這一年以來 基本上他只開過一次的記者會 對 可是像歐巴馬開了11次 那川普都在忙什麼 他忙 他開了五次的粉絲見面會 對 那這五次粉絲見面會 我們之前講過 包括田納西州 佛羅里達州 這個肯達基州 賓州跟愛爾華州 其中 田納西州跟佛州 我覺得他經營得非常好 我舉一個例子 川普在選前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田納西州的小朋友 才9歲 對 那他聽到川普說他當選之後 他的年薪只有一塊美金 都盡掉了嘛 對 所以他說川普只有一塊美金 那我捐三塊錢美金給他 為什麼 那因為他覺得川普 他說這個你有帳單 那你有一些水電費要付 你只有一塊錢 那我把三塊錢捐給你 就算是這個不無小補 可是川普接到這個錢之後 但很開心 不過 這個很好 因為川普是想把信譽都捐出去 象徵你一塊錢 這小朋友很可愛 說那做總統的吃飯怎麼辦 那水電費怎麼辦 以這一塊美金活不下去 他把他僅有的三塊錢 捐給了川普 觀眾朋友捐錢不是捐多捐少 重點是 你捐出你的全部 這個小朋友 他只有三塊美金 他捐了三塊美金 觀眾朋友 你今天常做慈善事業 我跟你講 也沒多噁心 你有十億捐一千萬 你怎麼了不起 世光只有十萬 我捐一萬 我比例比你高太多了 這個小朋友了不起是 他僅有三塊錢 他捐出他全部的三塊錢 這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所以川普很感動 對 他等於捐出他所有的可支配所得 全部捐出去 那重點當然川普拿到這錢之後 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說 非常感謝你 那當然還是把這個三塊錢 最後退還給他說 你的這個夢想非常的遠大 希望你可以實現 可是這次田納希州 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在佛里達州 就我剛剛講的 川普去感謝祭的其中一個州 對 這個也是川普的鐵粉 叫做瓦爾德曼 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因為他知道 這個田納希這個小朋友 他非常喜歡學樂器 對 所以就送了一個非常貴的樂器給他 對 那你就可以發覺 其實川普他之前這個感謝祭 去到這幾個州 鐵粉之間 其實串聯度非常非常的高 對 所以川普在這固裝的部分 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未來 稅改部分應該會越來越順利 大K提到了川普連任的問題 官方也要知道 川普的支持者 強度有多強 橫向連結度有多高 甚至在共和黨當中 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川普不是只有連任而已 他的影響力 可能會影響美國世代非常強 我要請教一下萬民哥 因為我們把這兩個議員攤開來 你會發現為什麼民主政治 搞到最後就是金跟權的交換 從這個康爾克跟這個槍準 其實都是金跟權的交換 背後一定有強大的娘家金主 那他負責在政治上做表態 全力呼喚的過程 怎麼做觀察 川普上來以後 一年下來 我覺得他在共和黨裡面 已經自成一派了 對 超過比如說 共和黨裡面最大的John Mike John McCain 下任總統 其實很多人還是在看他的臉色 他為什麼能夠變成 共和黨裡面的大咖 然後讓共和黨傳統的 所謂建制派 對不對 越來越難混 鮑勃寇克 對不對 他的問題 他其實本來跟川普的關係不錯 在這個去年總統選舉的 共和黨內部總統初選的時候 這個Bobo Cook 他是最早對不對 出來挺這個川普的人 對 但是川普上任以後 兩個人關係就非常不好 不好到什麼程度 這個 他是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這個 重要的大咖主席 對 他通過了一個很重要的案子 就對俄羅斯跟伊朗的制裁案 而且這兩個案子綁在一起 對 你知道川普希望制裁伊朗 但是他不希望制裁俄羅斯 我就偏偏跟你綁在一起 而且還調查通俄門 對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注意一個新聞 就是說 前一段時間 川普訪問亞洲回到美國去以後 第一個困擾他的事情 不是他的女婿被這個約談的事情 是這個參議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 開了一個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討論的議題 是總統的核權力 就是核子彈的核 對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 一天24小時 一年365天 對 旁邊有個隨附提的一個公事包 公事包裡面打開來以後 就是一個發動核戰爭的按鈕 對 他一直跟人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川普這個人太危險了 要剝奪 要剝奪他 因為他會把美國帶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是一個住在療養院的人 而且這個療養院經常沒有看護 出來就亂搞一通 你知道嗎 所以把這個核權力放在川普的手中 是非常危險的 這是總統最大的權力 所以他就借這個議題去修理川普 你就知道兩個人關係 鬧翻 鬧翻到什麼程度 但是沒有關係 背後對不對 有錢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 有錢便是爹 他們共同後面都有個很有錢的金主 這個是科士集團的掌門人跟副掌門人 左邊的這個叫做查理斯Cook 右邊這個叫做David Cook 這個兩個人全世界最大的家族企業 就是未上市公司 全球最大的一家未上市企業 然後集團的資產高達2980億美金 而且最近還不斷地在併購一些新的科技公司 這個科士工業可能在台灣 因為它不是上市公司 在台灣知道的人比較少 但是第一個 它是美國最大的石油開採商 第二個它是美國最大的天然氣開採商 第三個它是美國最大的天然氣 這個運輸銷售公司 另外一點對不對 它也是對不對 這個美國全面講全世界最大的利清 就是鋪工物的利清的這個銷售商 對 你就知道它的這個影響力多大 那前兩年它買了一個高科技公司 叫Molex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元件公司 是 就是現在要搞物聯網 有很多這種傳感器這些東西 都是Molex來這個負責製造 或者相當開發的 他買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查理斯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些公司將來做大生意 只有靠我 你就知道 做大生意只有靠我 做大生意只有靠我 否則對不對 它這個市場打不開 講話的氣大到這種程度 就是因為怎麼樣 它在政治界的影響力太大 大家都知道這兩年 美國保守派裡面 查黨呼風喚雨 經常變成關鍵少數 查黨的這個創始的人 還有這個金主 就是科士工業的這兩位兄弟 對 尤其這個順便講一下這個弟弟 這個Cocoderry 他這個1979年的時候 曾經代表美國有一個黨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叫做自由黨 是 這個自由黨你聽就知道 強調自由主義 對 美國的保守主義的精神 是 強調個人的權力最重要 參選這個美國的總統 結果得票率只有1.1% 是 從此以後兩個兄弟 跟美國政府四不兩立 對 他們的政治理念非常清楚 第一個 免稅 政府不要磕稅 政府越小越好 第二個 廢掉聯邦調查局 因為聯邦調查局 侵害到美國人的公民權利 你會覺得太離譜了 這個要把美國整個的這個 所謂維穩的機構 通通拆掉 然後第三個就是廢除社會保障制度 任何什麼醫保健保 什麼社會保險 通通不要 第四個 廢除美國的這個控槍法案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拿槍來保護自己的財產 是 國家要百分之百的給老百姓各種充分的權力 只要有國家的色彩存在的時候 就是對個人權利的這種侵犯 對 你就曉得他的這個政治意識形態 多麼的極端 但是沒關係 因為他錢真的很多 是 他每年平均對不對 都要發出1億美元以上的所謂政治捐獻 對 美國的這個參議院裡頭 估計有19個參議員 都拿過他的這個錢 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像這個威斯康辛州的這個 Ron Johnson對不對 是 那更是這個明顯 Ron Johnson在所在的威斯康辛州 有一個19 2012年的時候通過一個法案 對 這個法案是什麼法案呢 就是限制公共部門的工會 進行集體談判 是 因為當時這個威斯康辛州的州政府財政非常不好 是 那這個 這個Ron Johnson對不對 在這個Coke的這個建議之下 就提了一個法案 對 就是限制這個公共部門的公務員 公會集體談判的權利 就是說公會很簡單 意思就是要消減公務人員的保險 養老 還有這種薪資的這種談判權利 對 這個事情在威斯康辛州鬧得很大 但是有錢能死鬼推磨 對 最後這個法案居然 通過 在這個威斯康辛州州議會通過 對 然後拿到這個法院去進行訴訟對不對 對 法院也贏了 是 而且威斯康辛州過了以後對不對 現在美國有大概十幾個州對不對 都對公共部門的這個公會的集體談判權進行限制 對 你就曉得這個科斯公務員這兩個兄弟的影響力多大 對 那這個Ron Johnson對不對 是 從一個企業家 在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情況之下對不對 突然一選就選這個參議員 這個參議院的這個議員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 因為美國的參議員都是資深的政客 對 都是從地方的這個基層開始一路選上去的 對 他居然可以這樣直接空降對不對 是 就那邊當參議員 議員 人家說背後主要就是科斯兄弟在支持 是 同樣的對不對 這個田納西州也是一樣 田納西州其實是美國南方 對 也是民主黨的 也是共和黨的票倉 對 像BoboCock 如果跟川普拿下去的話 對不對 不要講說他將來沒有政治前途 連他以後的家族 都會被簽成 對 在田納西州以後都沒有 這個前途可言 是 我們看到了 包括像威斯康西州 這個Johnson 觀眾朋友 其實威斯康西州當初還審核 鴻海投資的案子 其實議會是反對的 因為以威斯康西州的財政預算 給鴻海那麼大的補貼 基本上可能叫做必大於利 可為什麼還是通過了 觀眾朋友還是碾壓過去 就最後瞧一瞧 黑箱作業就過了 給台灣的鴻海大量的補貼 觀眾朋友這中間很多的一些 資源的分配有點複雜 就有機會我們再來討論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從這一次參議院通過 所以川普為什麼光光難過 光光過 因為川普太了解 第一個 街頭政治群眾想什麼 第二個 宮廷政治在盤算什麼 碰到我這個川普 你那幾點的一些小招 面對川普全部碾壓 所以最後這兩位 本來只有反對意見的時候 乖乖的在昨天晚上投票 進行全面性的對川普輸成 所以未來整個川普的稅改 在川普的快速量之際 會不會快就在蛇語裡通過 慢在明天農曆前後通過 我們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小廣告 我們就回來觀察 這是講美國的民主政治 我們再來講一下 這個大陸的國際外交 這個政治真可愛 現在大陸最近幾天 總理李克強跑去東歐參加了 一個十六加一論壇 把中歐跟東歐的十六國家 從歐洲切割出來 跟中國成立一個加一論壇 到底要幹什麼 這跟一帶一路的最後一理 有什麼樣的關鍵性的舉措 我們將我們報告 快做進入的觀察 好 大陸十九大剛過 我們看到習近平提到 什麼中國夢等等的 一帶一路 讓全球的一個脫貧的一些理念 可是觀眾朋友他講那麼多 誰執行 總會是習近平自己執行 關鍵執行人就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所以李克強去執行什麼 在十月二十六號到十月二十九號 就是過去這三天 他造訪歐洲 來參加第六次 中國跟中東歐的領導峰會 然後這個峰會我們叫做16加1 觀眾朋友就是16個中歐東歐國家 加上一個中國叫16加1論壇 提出了新的一些紅利 包括中國跟中東歐銀行聯合體成立 提供20億歐元的基礎貨幣 作為貸款的一些發放 另外 中國跟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 分兩期完成 要募集10億美元 用民間力量來支持中東歐的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動作 引發了整個歐洲內部的化然 好 我們看到了 像這個倫敦時報 倫敦金融時報的中文廣提到了 中東歐轉向中國大陸 好 這下標題了 歐盟官員說歐洲要團結一致 來面對中國 然後新浪才提到 16加1的合作 到底是分裂歐洲還是團結歐洲 李克強會見塞維亞的總理的時候 希望推動中歐陸海交通的快線 這是第一部分的媒體評論 我們再看到新方媒體 其實發現有點緊張 包括了德國四季資深提到 德國外交部長警告歐洲人 當心中國分化歐洲 英國《金融時報》的英文版提到 中國大陸利用合作機制破壞歐盟規則 利用歐盟內部日盡緊張的 東西方緊張關係 進行一些破壞 難得一直提到 中國大陸使東歐服從 好 觀眾朋友 這是西歐的論點 這是西歐的論點 因為西歐是老大 關鍵你叫你幹嘛 匈牙利 叫你改名叫利亞兄 匈牙利也只能聽話 因為歐洲西歐有錢 德英法主導 比利斯河南有錢 我是老大 你不聽話沒有援助 你第一部分沒有玩遊戲的機會 可是你看到東西歐怎麼講 匈牙利提到 世界中心已經 早就從西方轉到東方了 我才不要聽你德國人的話了 塞爾維亞講 這是可靠友誼的聯合計 波蘭更高興 這是巨大的機遇 因為波蘭處在 德國跟俄羅斯中間 其實面對發展上極大壓力 一邊是外交軍事大國 一邊是經濟工業大國 波蘭夾在兩大國之間 到底要怎麼辦 他找到一個無敵的好朋友 就是中國 所以我們往下觀察 這16個國家當中 到底有什麼樣的發展 可是觀眾朋友對中歐跟東歐 不是瞭解 你只要觀光的時候會想到 去匈牙利 去奧地利玩 去波蘭沒想過 去努馬利亞沒想過 什麼斯洛伐利亞沒聽過 可能踢世界足球賽的時候 聽過 觀眾朋友其實他們人口數不多 可是人均所得 其實大部分都在1萬塊美金之上 算是中等以上的工業國家 所以算表現不錯 地圖就在這邊 就16個中歐跟東歐 來進行一個結盟 我們從貿易角度跟投資角度 做觀察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對於中東歐投資最大的是匈牙利 匈牙利成為整個 中國在中東歐最大突破點 匈牙利本身的經濟發展 是比較好的 匈牙利也是第一個 參與一帶一路的地約者 觀察你懂什麼 就是他有一個鐵粉 歐洲現在有一個鐵桿的好朋友 叫做匈牙利 匈牙利他位處中東歐的東部 所以他想扮演成歐洲的核心 叫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就是奧地利匈牙利 後來加土耳其 這本來是歐洲的核心 可是隨著大航海時代 隨著英國 美國的發展 世界中心從原來的內陸 往大西洋變化 所以奧地利也好 匈牙利也好 波蘭也好 他們就委屈了 你知道嗎 終於有個機會 讓他們從世界的邊垂 重新回到核心 我要講外面各做觀察 這個16加1峰會 其實引發了德國 英國 法國 非常大的反彈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過去歐盟在表決的時候 要不要對中國解除武器 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 德國 英國 法國 西班牙都支持的 東歐這些小國都反對的 為什麼反對 因為賣武器 賣高科技產品 我又沒有 我沒有利益 所以我都是反對的 德國 英國 法國 西班牙就說 你為什麼不支持中國 中國那麼好的國家 我們應該跟它自由化貿易 可是現在反過來你知道嗎 自從中歐跟東歐開始跟中國交朋友之後 西歐開始緊張了 這個矛盾其實越來越大 今年以來包括德國外長 包括了中國外交部發言 其實爭鋒相對不只一次 現在其實歐洲人對於亞洲 或者說對中國人的心情 非常的複雜 我覺得這個可能跟大陸這方面的崛起 然後對東歐 對歐洲對不對 慢慢採取比較積極的一些動作對不對 難免就會刺激到歐洲人內在的尊嚴 今年8月份 德國的副總理界外長加布勒 他特別莫名其妙 有一次開記者會的時候就講 希望中國能夠尊重一個歐洲的原則 不要分裂歐洲 他前面還說 他說我們大陸希望我們遵從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希望中共尊重我們歐盟一個歐洲 所以他把台灣議題拉出來說 我們都聽你的是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是一個聯合國沒有戶籍 或地球上沒有戶籍的小朋友 可是你怎麼來分裂我們一個團結的歐盟 這個最主要 今年對不對 這個大陸跟匈牙利 塞爾維亞 希臘 簽訂了一個合約 要建一個叫做 叫做匈塞鐵路 經過對不對 從這個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開始 經過這個塞爾維亞 然後到這個希臘 這個彼得雷夫斯港 對 這條是一條高速鐵路 對 我在旁邊給你看一個地圖 這是歐盟 他規劃的一個鐵路網 是 中間有條藍線 就是匈塞鐵路 對 根本沒有在歐盟的鐵路網裡面 是 這個鐵路網是什麼鐵路網 是2014年 這個歐盟在這個歐元危機以後對不對 針對歐洲經濟的疲軟 對 提出來一個大型公共建設計畫中的鐵路網 這叫做龍克計畫 是 因為歐盟主席是龍克 對 所以就提出一個叫做龍克計畫 包括電力 包括公路 包括鐵路 一連串的基礎設施的更新充實 但是你要知道 大陸這兩年不但在歐洲推銷高鐵 還推銷核能電廠 這個牽涉到很多標準規格的制定 完全沒有去跟歐盟去做相關的討論 這個匈塞鐵路 觀眾朋友注意到 它的出發點是為一帶一路做服務 它並不是站在歐洲角度 去思考這個鐵路網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我們舉個例子 像台北市的捷運網 那當然可能是以台北市為中心 可能以市政府火車站為中心 然後建立了捷運網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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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來連去 轉一轉 今天大陸蓋一條高鐵過來 它不是以服務台北市為核心 它可能是以福島 福州為核心 這個高鐵網就會跟台北市的捷運網 會不容 不和 你知道嗎 感覺很像 就像台灣縣的淘機被罵翻了 因為淘機一下機之後 就發現迷路了 下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桃園機場 跟台北市捷運網是不相容的 這次大陸提了這個高鐵計畫 跟大陸鐵路網 它不是說規格不符 是基本上服務跟目標不太相 這個當然了 這個表面上對不對 他當然不能這樣子講說 你是去提供這個東歐人服務 不是提供我們整個歐洲人服務 你知道嗎 他不能這樣講 但是事實上對不對 他就把很多牽涉到規格的問題 提出來 作為對不對 這個焦點來討論 但是這個鐵路其實就像是這個 怎麼講呢 一條刀 就是一把刀對不對 把這個東歐人跟這個西歐人對不對 傳統的這個傷痕對不對 非常敏感的部分重新切割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歐洲 大概是從西元前這個53年 這個當時羅馬的這個總督 敘利亞總督叫做克拉蘇 他第一次跟這個波斯人 那個時候叫 中國古時候叫安息人作戰的時候 碰到絲綢這個東西 他就知道有絲路這個完業 東方有個國家 生產這個完業 對 這個完業可能是 叫什麼名字 那個時候羅馬人 沒有很明顯的這個記載 只知道東方有個國家生產這個 對 中國是西元97年的時候對不對 對 東漢的這個班超底下的 有一個副死叫做甘英的 這個初死安息的時候對不對 對 到達這個 有人說是在黑海的東岸 有人說是地中海的這個東岸 對 說過了海有一個叫做海西國 其實就是羅馬 或者說是即將發生的這個東羅馬 一直到這個西元286年的時候對不對 當時羅馬房地正是 因為這個受到這個蠻族的 不斷的這個打壓對不對 國勢減弱以後 為了治理方便 把羅馬分成這個東西羅馬 對 東西羅馬以後一直到 再到這個313年的時候 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建成 而且歸於這個基督教 是 這個東羅馬帝國正式成立以後 對 兩邊的人之間的隔閡 還有宗教信仰 慢慢慢慢就出現分歧了 比如說這個東歐 尤其南歐這個部分 信這個東正教 對 那這個西歐 西歐呢 這個是歸於這個羅馬公教 兩邊的這個教育也不一樣 比如我打個比方說 當時這個東羅馬帝國 因為跟這個穆斯林世界 或者說跟波斯 跟中國接觸的比較多 文明相對或者物質 相對比較進步 經濟比較好 經常稱 經常稱什麼 西歐人叫做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的意思 我們現在也許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那個時候威尼斯人 為什麼不是 是一種鄙視的口吻 我們去澳門住威尼斯人 就是沒水準的意思了 因為現在的威尼斯人的老闆 對不對 他不是東羅馬人 是 他可能是西歐人 所以他覺得威尼斯人 沒有怎麼樣 但是你如果是在這個 中世紀的時候對不對 對 在這個東羅馬帝國的範圍之內 被人家稱為威尼斯人 是很丟臉 是很丟臉 所以下次 大開你去澳門住哪邊 住威尼斯人 我們就鄙視他 觀眾朋友 沒念過書你知道嗎 怎麼會住一個威尼斯人酒店 事實上這個隔閡大到什麼 大到十四軍東征的時候 每一次東征 除了第一次打一下耶路撒冷以後 對 每一次十四軍東征 其實都不是為了收復聖神 都是為了洗劫東羅馬帝國 我最近有次要去上海 他們說四光我推薦的地方很好 不錯 電話講 叫做靜安寺妓院 叫我住什麼 紀安寺妓院 妓院會有高級的嗎 他說沒有沒錯 叫靜安寺 因為靜安寺是個地名 靜安寺妓院 怎麼會推薦我去住靜安寺妓院 字幕標打錯 他說不是 原來是靜安區的寺妓院 所以觀眾朋友這個名字差很多 我聽起來 萬民哥我跟你講 我們這次去上海 我帶你去住靜安寺妓院 聽起來你在幹嘛 沒有 靜安區的寺妓院 所以一個名字要有文化 說威尼斯人飯店不能隨便亂住 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在歷史上對不對 是 東歐跟西歐人對不對 一直有一條歷史的鴻溝 對 這個鴻溝是在心裡頭 是在文化層次上 有著西方工業革命之後 對 在地理上對不對 感覺一東一西對不對 好像不是什麼很明顯 就我們中國人來講 反正就是歐洲 就是我跟你講 其實東歐跟西歐的感覺 觀眾朋友還是不懂對不對 我舉台灣跟大陸的例子 就是以前大陸很落後 台灣很優越 台灣就是東歐 大陸就是西歐 結果大陸搞了一個工業革命 你懂意思了嗎 西歐起來了 大陸起來了 觀眾朋友你知道台灣人的心態 其實有點不舒服 你知道嗎 所以這時候幹嘛 台灣人就找美國爸爸 東歐要怎麼辦 東歐就找一個中國爸爸 就這個邏輯 觀眾朋友情感因素就是感覺 本來我們是一家人 可是因為文化差距當中 本來我們是領先 他是落後 就一下被他超過了 那種感覺很難過 那世光剛剛講了 已經講了一個重點 這個是為一帶一路合作的 我跟大家看到 一帶一路 中國大陸希望建立這個 三到四條的這個 所謂歐亞路橋 是 除了傳統的這個西國利亞鐵路以外 對不對 經過南歐高加索 可能也有條新的鐵路要過去 對 你可以看出來 這條鐵路過去的話 東歐就扮演歐洲門戶的這種角色 我們看這邊提出 觀眾朋友我們現在直接抓出來 整個中歐亞路橋當中 現在叫七條通 不然不是林森美路七條通 是現在有七條通 這七條通給很多國家 帶來致命的誘因 為什麼 你像哈薩克 哈薩克評成整個東亞 歐洲跟中歐路橋當中的關鍵 莫斯科為什麼支持 因為幾條通道都在莫斯科交界 包括瑟米德堡 包括了波蘭 過去世界中心 這地圖可以轉 觀眾朋友地球是圓的 本來是以大西洋 本來是以地中海為中心 後來變成大西洋為中心 後來變成兩大洋 大西洋跟太平洋為中心 所以觀眾朋友 假如以太平洋跟大西洋為中心的話 觀眾朋友去想像這個地圖 這些都是邊緣國家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因為世界中心是大西洋或太平洋 可是大陸的一帶一路把這邊變成中心 觀眾朋友為什麼西洋反對 假如以這樣地圖看 這些國家就是邊緣國家 這些國家就是邊緣國家 這個整個 以前東歐的經濟不好 我打個比方說 東歐的東西出口的話 都要繞到邊緣國家 從阿姆斯特在那邊出去 出口看荷蘭的美設 然後再經過地中海 經過蘇伊斯印河 都是從邊緣地區到亞洲地區 現在如果這個所謂兇塞鐵路 對不對 跟這個歐亞路橋對不對 對 串連在一起的話 這個影響力很大 他根本就不需要經過邊緣地區 直接透過陸路對不對 把產品輸送到亞洲最大的市場 所以這個對東歐人來講對不對 對他來講是獲得一次機會 對西歐人來講 你這是再一次的羞辱我 或者說冷落我 對 我再講的是1902年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提出 這個世界中心理論的時候 他就講歐亞大陸是世界的中心 當時他建立在就是交通技術的進步 就是鐵路的進步 所以沒想到航海時代 對 因為那個時候鐵路對不對 還沒有跑那麼快 可能只有七八十公里 而且因為海運發明了集裝箱 就是所謂的貨櫃 那是這個世界大戰 對 因為以前鐵路都是散貨 所以慢慢就發生 現在很多人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們節目中曾經討論過 這個大陸推動的 這個所謂中歐班列 對 2011年開始 第一年大概只有100多班 今年5月份的時候 我看 我查了一下資料 對 已經超過1000列 我們到10月 就1到5月已經超過1000列 現在到10月3000列 我們在這邊 1到10月份已經超過3000列 對 你看從2011年一整年 才100多班列 現在已經到 10月份已經到3000列 所以這個成長是非常快 這對東歐過去 人家感覺相對封閉的 內陸國家來講 現在變成從後院變前門 前門 給了他覺得新的出海狗 新的這種希望 對西歐人來講 歷史的裂痕又再度出現了 所以西歐人會覺得說 我們怎麼樣對不對 再把東歐的兄弟拉回來 不然會被中國人拉走 好 非常兩位 謝謝 謝謝